书节上回 在北明庄园的后门 北明家的大厨三叔 便收养了两个非常奇怪的孩子 时间一黄 可就来到了18年之后 这北明山庄的外面可真的是天寒地冻 但那里的兵工厂 却是干得热火朝天 因有五湖十六国是狼烟四切 战乱频频 所以对兵器的需求是极大的 而这北明世家 利用火焰山所铸造的兵器又是十分精良 故此生意滔滔 应急不暇 纵使有着数百名的弟子与佣公 他们也要日夜生产 才能供得上订单需求 而这天呢 却有一个消息 让这些工人纷纷地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因有有人看见雪小姐 雷少爷与西城少爷 正往这兵工厂的方向赶来 那两个少爷就不说了 来与不来 都与这群工匠没什么关系 但一听到雪小姐要来 一众工匠皆是争先恐后的席面 颈身 梳头与擦牙 那场面呢 就如同他们是要去悬浮麻一般 而就在一众工匠整活完毕之后 一女二男便傲然地进入了兵工厂之内 这走在正当中的美女 便是这群工匠口中的雪小姐了 这位北明世家的公主 名叫北明学 方才时期的年纪 已是长得唇红齿斑 眉不胜收 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 只叫人看得是心神动摇 不能自控 至于跟在北明学旁边的两个男子 相对较瘦的 便是她的哥哥北明雷了 而另外一个较为健硕的 则是西城家的少爷 西城秀树 这个西城秀树啊 长得那叫一个奇丑无比 可是她还不自知地 在北明学面前大显殷勤 不过北明学的注意力 显然不在西门秀树身上 她的美眸就在这兵工厂中 四处环顾 就貌似是在找谁一般 可是看了好一会儿都找寻不到 一抹失望的神色 立刻便爬上了北明学的俏莲 这西城秀树 就如同一块狗皮膏药一样 还在北明学的耳边 不停地逼倒 就在北明学 对其心生厌烦之际 突然便从兵工厂的身处 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打铁之声 吵死了 停手 我西门秀树在这里说话 是哪个没挡的东西胆敢骚扰 被打扰到的西门秀树 立刻便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咆哮了起来 可是她不吼还好 这一吼 里面的声音就变得更大了起来 西门秀树可是西门世家的少爷 被人如此地撅了面子 又岂有不发怒的道理 只见她脚一点地 那剑术的身体便已是腾空而起 在飞过了一众挡在前面的工匠之后 他便来到了那个正在打铁的少年身前 快他妈的给我停手 你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啊 西门丑术 绰号肥猪嘛 啊 丑术 肥猪 在少年刚刚开口之际 北明雷便是一拍脑门 娘嘞 问天这小子是又要搞事了呀 而北明学呢 则是双眼顿时一亮 很明显 他刚才四下寻找的 便是这个白发少年 问天了呀 至于被问天侮辱的西门秀树 则是在下一秒便用大手撕撕地 按住了问天的脑袋 除非这个小畜生给他磕头认错 否则他便会直接捏爆此人的狗头 敢侮辱西门家的少年 这个小畜生真的是死不足惜 可是 他等来的却不是问天的磕头认错 而是 我问天这辈子最恨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便是恨人搞我的脑袋 第二件事便是恨人妨碍我的工作 第三件事便是恨人找的难看 很不幸你犯足了三件 这下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得讲 只听磕拉一声 问天手中那根被岩浆烧得痛提痛红的铁罐 便在西城秀树的胳膊上捅上了一戒 至于海叔为啥用的是磕拉 而不是用的铺 那是因为以西城秀树的强壮程度 这一下应该不会给他造成什么实质伤害 但现场确实是飘散出了一股了猪毛的难闻味道 西城秀树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 一个下等的工匠竟然还有胆反抗 所以冷不防的就被问天给吸上了一戒 这下可真的是什么都不用说了 快速的弹开之后西门秀树就立刻的记起了自己的武器 看这模样他是不杀问天恃不把羞了呀 问天你怎可对客人如此无礼 快向西门少爷道歉 交合之声何位落下 北明学便已铺置了问天的身前 北明学这一上来西门秀树自然是不敢乱动了 很明显啊这北明学是在保护问天 可是偏偏这问天还就是不领情呢 真抱歉啊 弄上了雪小姐心爱的未来夫婿 是不是心疼的要死啊 一个是辣椒一个是丑朔 还当真是天作之河呢 这可当真是问天自己作死了 只见被气到浑身发抖的北明学紧握双全 那娇美的面容一时扭曲到了一定程度 怒到极点 就见北明学的脸上倾金抱歧 而见到这一幕的北明来 则是拉起了西门秀树便向后狂退 与此同时 只见场中突然便出现了一阵能量波动 北明学圣怒之下产生的无情其力 竟直接掀起了火石之中的百多把通空兵器 瞬间腾空的兵器就如同受人操控一般 全部都向着问天由上几下的击射而去 这嘴贱的问天 这次真的是命悬一线了呢 那么 这问天到底能否成功的脱离闲境呢 这问天到底又有什么仪仗 才敢对西门少爷与北明小姐不孙不敬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热血江湖 玄奇问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